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出现了上涨 但是三天的上涨加起来才不到1.5% 真是非常的可怜 中国股市昨天是成功的冲破了3,150点 目前是朝着3,200点的方向前进 那么从现在的价格来看的话 上证指数在现在的价格还没有收盘之前 已经冲上了3,200点 希望它今天可以保持优势 在收盘收在3,200点之上 那么欧美方面在昨天晚上也是齐头并进 包括英国 法国 德国三个国家上涨幅度 均为0.3%至0.7%左右 美国股市也是在继续刷新高 美国指数我们知道它已经达到了建国200多年以来的最高价 目前继续还在上涨 同时黄金价格我们知道它是避险黄金 所以说股市上涨势必对于黄金会带来一定的冲击 因此金价在昨天晚上从1,244回股下跌到现在的1,224左右 另外石油价格伴随着股市同步上涨 目前石油价格重新回到了53美元附近 那么今天在热门话题里面 我们着重和大家说的就是现在恒生指数的上涨 是否会带动未来A股的跟上跟进 那我们如果对于香港或者是中国股市有所了解的朋友们可能知道 香港的恒生指数在过去的大约是一个月时间里面上涨幅度是非常之高 总数是差不多上涨了接近于10% 那么这样的涨幅是远远超出了包括美国 英国 甚至于像日本这样的目前股市都非常强劲的几个国家 那是什么原因导致香港恒生指数出现如此大的涨幅呢 从表面上来看或者从不同的分析情况来看 很多人会说到是由于护港通 深港通的开通 引起了很多国际投资者对于中国股市有兴趣可以投资 或者说香港经济未来怎么怎么怎么好 这些原因肯定是有一定的影响 可是在我看来他们似乎都忽略了另外一个重要的原因 是什么原因呢 就是我们之前老生常谈的一个资产保值问题 那么投资港股保的是什么资产呢 依然是人民币的资产 此话怎讲呢 我们知道你在国内如果你要去香港买股票的话 之前一直是需要你把人民币换成港币再去购买股票 那么你换成港币就会消耗你的外汇额度 但是自从现在护港通和深港通开通了以后 你在国内的股票账户只要达到它的要求之后 就可以直接用人民币来购买香港的股市 而我们知道更重要的一点呢 香港的股市以港币作为结算 而港币又是和美元是直接挂钩 那么和人民币在过去一年对美元下跌超过10% 有所不同的是呢 港币在过去的一年对于美元的汇率是丝毫不变 甚至于还有轻微的升值 因此呢在这样的情况下 护港通和深港通就成为了境内的那些有头脑的投资者呢 对于其人民币资产的另一种保值的方法 钱出不去 房子现在也涨不了 中国的A股呢又没动 怎么办呢 在目前人民币能够买的基础之上 只能够买的什么呢 就是香港的股市 那他买的可能不是香港的股票 甚至于可以购买在香港上市的国际股票基金 以港币作结算 这样他其实呢 就可以间接的投资到了这个国际股市中 那么而且我们从这次上涨的幅度来看呢 大部分的股票都是香港的蓝筹大盘 其原因也是呢 很多是为了保值避险需求 因此呢 并不追求刻意的股票涨多少 所以很多人买的时候呢 买的都是那些大盘股和蓝筹股 他们只要求呢 能够保持原价 那么即使在这样的情况下 只要港币和美元是同步上涨的 那么在一年或者几年之后 换回人民币也会是只多不少 当然了 这个原因呢很多时候呢可能不同的分析师也有所关注 但是呢今天我把它说出来呢可能也是错的 但是这至少是我本人的另一个对于港股目前出现大涨的看法 因为啊这个港股出现大涨正是从2017年1月初开始的 那这个时候呢刚好是中国发布了最新外汇管理条例 所以这两个事儿巧合加在一起 这个很难让我不去相信是由于保值的原因 那可能很多朋友要问到了 那个香港股市上涨了会不会对于中国的A股有所帮助呢 我们知道中国的A股啊 它这个影响它的因素太多了 那除了企业的业绩之外 更多的是由于大的环境 甚至于由于呢这个政策性的影响 所以说呢很多时候这个公司好坏啊 并不直接能够影响其股价 甚至于你这个董事长在中国金融圈里面的人际关系 比你的公司业绩还要重要 那么对我来说的话呢各种技术性分析 或者说看单个的股票呢 这个情况太过于复杂 我本人呢也没有这么多的精力 水平呢也不够 但是在我看来呢 从大的方面来考虑 国内这么多的资金啊 毕竟呢很多股民你让他去直接 从来没有买过港股让他去买港股 他们还是有所抗拒 那么既然这样的话 那么如果我手里有钱是人民币 在国内我能做什么投资 假设房地产现在被冻结了 或者说涨不上去了 或者说要全款购买了 我汇美元又不能一年只能汇五万被限制住 那么我剩下这么多钱 我是投到哪儿去呢 作为大部分人来说 股市依然是他们除了房地产以外 另外一个非常常见 也是这个投资比率最高的投资产品 所以说只要今年房地产不上 或者说上得很慢 甚至于新轻微下跌 外汇管制又非常严格 那么中国的股市就是作为了 后面唯一的几道几扇门中间 一扇最大的门留给国内的投资者 当然了 这个只是我本人的一些余见 说到中国股市 我们都知道 就算是我判断它长期应该上涨 但我也不知道它哪天会上涨 但是有另外一条我们注意的是 我们知道现在每年都会有过的 就是啥呢 就是每年中国都会申请加入世界的指数基金 要是今年中国的A股 能够成功地加入到世界指数基金 我相信这个就会成为 A股加速上涨的一个主要的原动力 最后今天我们投资者需要关注的事件 在晚上8点半 英国会发布他们的制造业产出数据 到了晚上12点30分 加拿大会发布他们的失业率 以及再往后看到了凌晨2点 美国会发布美国的消费者信心指数 最后感谢您收看 今天GoMarkets每日财经点评 我们下周再见